水河車站是在台東關的六爺鄉 現在是臺灣目前 三十八祖的祝福站 基東一站 水河站只可以停區間車而已 2000空22年 統計的資料 平均一天的運動 11人而已 不過水河車站的歷史 也已經100空一年了 當地的村民 不敢基東的車站 漸漸奉悔 社區的人 發起冷藏的活動 就這樣把這個車站的空間接下去 不然古板 社員的電源 在車站來 也可以喝咖啡 現在這站也變成觀光的景點 就像我這樣 跳崗騎機車來這裡了解 它好像很久了 我記得 我們開業的時候就有養它了 對我記得 我好像 兩年前來也是這一隻 喵 它們的聲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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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山顶现在也是全台湾人口最旧的顶 跟台湾最多人口的顶超顿 有9万7千120人避开 差别到9万人 这也是同步跟西部先天的差别 也因为人口旧的关系 台湾重枯的观山顶 这里有那么多保留 破实的乡村气氛 也因为无无量的关系 这里有那么多政策 有那么多好处的观山米 也因为要来这里的交通 没有这么方便 所以要来这里出头 会更加基台 更加丁销 你如果要来台湾的观山顶出头 可以来乘站仗兵的第一间 如油乎无中心 观光安来所 这里有些资料可以给你参考 你也可以乘站仗兵第二间 做厚多摆 可以四个的青桌去出头 而且这里还可以做到 跟我一模一样的厚多摆 我去做厚多摆 我去做厚多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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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是红石林道 专长有30公里 你若是开车进来 要洗你 因为不好洗车 昨天我刚到一台伐木的卡车 连我这种自动车 就已经闪到没落了 你若是开车 骑自动车 在10公里的地方 就不能进去了 因为那里有设置一个关键站 这条林道的镜头是往南 我以为是往西 走路可以走啦 啊脚踏车勒 就是那个能力的脚踏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手踏车可以 手踏车可以 我可以吼 啊电扶车可不可以 电动辅助脚踏车 我不行 哈哈哈哈 你若是走路 或是骑脚踏车 还可以进去七公里外 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一千公里 温度会比较凉 在这里 上面是站在中央山脉 看向对面的海岸山脉 还可以看到北南西 在发东重谷 维持上老乡干净的关山 一直老乡台当市的出海口 温度会比较老乡 我可以留下ten Clint性的 放下了 旁边 ique 吼 艙 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台湾目前三十八祖的祝福站 基督一站 水湖站只能停枯杆车而已 两千空22年通计资料 平均一天的云量11人而已 不过水湖车站的日数 也已经100空一年了 当地的村民不敢基督中的车站 渐渐奉悔 社区的人发起冷凉的游戏 就这样把这个车站的空间拆下去 不然骨盘设定的电缆 在车站来也能喝咖啡 现在这站也变作观光的景点 就像我这样 跳动骑自车来这里了解 变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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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他好像很久了我记得 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养他了 对我记得我好像 两年前来也是这一只 所以之前就有来过 有有之前有来过 之前也是骑脚踏车 是吗 对 脚踏车都会来这边 是 欢迎欢迎 这只好可爱哦 这是赞猫 可以打赏他肉泥哦 他是小爱吃 赞猫 他们都会说有遇到他很幸运 他白天都自由活动 可能会去打猎 是哦 他是生过是不是 没有 他是结扎 哦结扎 对啊 想说下面怎么有点 有点皮 有点皮 肚子在那边皮 皮辣辣 肉肉的 好可爱哦 BGM 台湯六丫 geograph 四元春的四元车get 我们的后车食品不是在食来 车站设计的概念叫做聚落的客厅 这种设计的概念希望可以共化村民旗感的连结 就像回家的感觉同样 六丫车站同样是历史有100公里年的沙丁站 平均每一天运送的路客有298人 比水荷站到水源站人还多 这可能到每年的夏天在台湾的路约办的 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有关系 台湾的剃度文化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特别是在增加的洗澡 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温度 这种感受就像日本的剃度文化一样 也有可能是台湾渣旗 迫给日本人通质的关系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路一路 对这种文化有很厚的感受 到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感情的导致 尤其是车站和剃度 公公都是怀念的情境 配方的感情 另外这种五十四个大树完全有得体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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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1982年6月27号 随着当拖山通车之后 就这样来接触这个车站的使用 它的应温时间都长了63年 虽然这个车站已经废计了 但是很多观光客也会想办法把它切出来 来这参观 来这怀念 来这胸口 来这流亂 这栋日本时代建的木造车站 也已经有100坑2年了 由于这边看得起像一站楼而已 事实上它是两站楼 现在看到的部分是车站的二楼 他们做的票房 站房 和号车室 旁边这间是木造的便所 生来后边后才知道 原来一楼是在另外一边 一楼的来面是全部人员在住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宿舍 宿舍的旁边还有保留当初的渡房 也可以说是廚房 像这种大澡 正经很久没看到了 用这种大澡来煮吃 正经是又油又香 整整个头都评得到 正经会让人怀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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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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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